我們關心地方建設 中華火車站的後站 當期都沒有人管理 而且開設不用由停車場以後 車兩站用歐北斗的問題很多 連出口也聽到收車好發聲 市長當期觀察以後 不正常的沾對地目的變境 和三中心幾位定方向來處理 改革這個等久以來的老問題 中華火車站後站講座是很多 在上班民眾出執的中所 雖然是共同用地 但因為批准為停車場還沒辦法收費 做行管理困難的進行 每當車位等級被占用儘管不好 也做行當地利便嚴重的困擾 你現在看的都是占用的 歐巴的啦 池北的 等你來穿這個清場 拚一堆在旁邊那裡 根本等級都等在這裡 車輛也一樣 我們在清場的時候 還要十幾隻日 做行說要用猶豫的人 不通用 變成說很困難 而且這個出口 這個出口 出口這裡出口 驚訝過就都請好了 不停請好 包括有工程車的占用 還有呢 我們一些廢氣車輛的占用 一間呢 這個鐵架 火車的鐵架 還有下的運動 都佔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這次做一個整理 和規劃 將空間做有效利用 增加我們的停車的面積 同時呢 我們在研議出入口 出入口 是不是要把它改進去 正中的地方 火車站後 曾說到原本幾位 參觀四行車口的 良好動作 但沒有唱分利用非常可笑 內黨透選幾位 配合共有的立體行力 和火車站的發展和警官 中的大大提醒 大中華新聞 大門七中華 蔡宏寶德